對 我要跟大家報告 其實自來水的問題 深深的困擾著我們基隆市府 我們每次看到有報館 有問題的時候 陳耀川公務處長 包括我 我們就是到了現場 就要來進行會堪 可是眾多的時候 我們就是只能拜託 自來水公司的同仁 要趕快的修理 趕快的恢復 事實上有很多 不過我們是有很深的無力感 針對近來 基隆發生自來水管爆館 暖暖驅水值有異味等問題 已經長期造成居民的不便及困擾 這個攸關民生用水的問題 他認為迫切程度 不亞於基隆捷運的重要性 我們需要這個水的問題 恐怕不亞於 我們需要基隆捷運的問題 尤其是隨時隨地 就有舊的管線會破水 這個真的是 對市民朋友來說 是很迫切的一件事情 我也覺得中央對於基隆市的水的問題 尤其是自來水公司 他們都是感覺 就是哪個地方出問題 他們就想修哪個地方 比較欠缺一個完整性 要來更新一個 我們老舊管線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那當然我們過去 我們的民意代表 也很關心一些管線的建制 可是仍然有更多的管線是屬於老舊的 然後隨時都會出問題 那出問題的時候 市政府有沒有責任 市政府當然有責任 但問題是市政府能不能介入這些管線的建制跟修理 沒辦法 這些都是自來水公司的權責 跟他們的業務 那我們就是在旁邊趕著急 所以我在特別要拜託我們自來水公司 我想我近日也會去拜訪自來水公司的負責人 我們希望對於基隆能夠多一些關心 然後多一些比較完整的計畫 而不是只是片面的 或者是比較區域性的 哪一些問題出現了以後才來補救 那甚至會造成很多民眾的不便 跟生活品質的下降 市長謝果良進一步表示 也將在董監事會議中提案 呼籲水公司能重視基隆的自來水問題 決定就是說要由我本人親自的來擔任 自來水公司的代表 不過我到目前為止跟他們的看法比較不同 我希望能夠爭取一席的董事 那他們是告知我會有一席的監察人 不過因為監察人的本質 跟董事是相對比較不同的 那董事是可以提案參與公司的經營 參與業務的狀況 那監察人比較是監督公司的財報 集合 公司治理等等 所以這部分雖然說都是一起開會 那效果還是有一點不同 所以我這幾天有一直在聯繫水公司 包括現在的總經理李佳龍總經理 外傳他未來也有可能會擔任董事長 我有一直在跟他保持聊天 因為昨天晚上下午又發生了臨時的一起停水的事件 而且是臨時告知 包括我跟包括議長辦公室都在群裡面表達相當的不滿 臺灣自來水公司方面則表示 目前持續推動基隆市的救管太幻計畫 預計2024年底將可降至20.04%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我答 fácil 查看 bright的 我答應了 如果今天沒有 請前往 JOV體神 你們 你不再再繼續 你不再再去 我答應了